讲了到底为什么 根据内部的了解 编伴在两天之前 主动要求拜访振兴助 今天更突然说 要上电台Live的节目 电台认为可能造成困扰 所以才改成录音 择其再来播出 所以说呢 这次的是编才主动 在传出陈水扁要来上电台节目后 电台高层就被剪掉不断的关切 剪掉关切的 是怕扁可能会在电台里 透露不能泄漏的征讯过程 偏偏扁伴要求要上Live的节目 让电台相当困扰 最后还是婉拒了扁伴公司的要求 你本来要上节目 就上这个吗 就上什么 从正心住的话里得知 扁是主动要上正心住的节目 基于支持扁的立场 正心住无从拒绝 但是双方要讲什么议题 似乎有期可循 扁业对职之后 双方都说是机密不能公开 但是扁会不会在电台 有意无意的透露 才是检方最担忧的事 这次新闻刘启文张玉昕 高雄报道 发行过来 我发行过来